其實我自己的看法是 我覺得這個就是光是這個尖 就蠻值得大家可以學習的啦 就是說被尖踢完之後 然後白旗在這裡 因為這個形狀我那時候第一眼在看的時候 我以為就是長 然後可能黑旗就飛起來 然後接下來看白旗是不是這樣出頭 飛或者是跳 那反正白旗就往外走 第一眼那時候是會這樣想 那後來也是看他擺了這種旗之後 才慢慢的去體會到這部的奧妙之路 這部確實是形狀蠻好的 就是說以後要做眼型的時候 形狀蠻好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當黑旗長的時候白旗是一個飛 這個又是值得學習的一個形狀 不然一般來講 就是可能搬完然後打完 這個好像是他如果立下的話 就會這樣搬著打 如果是這樣就會搬著打 那現在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個旗就是用飛的 然後接下來黑旗團 然後白旗這樣貼然後接下來搬 然後到這裡我那時候 很多的直覺都會想要 其實我當時的直覺也是 但被挖一個沒有很難的 被挖完然後這裡你還要得出頭 然後接下來這裡要被打撕接住 然後黑旗蛋接 那到這裡的時候白旗就面臨兩難了 就是你接下來這個 這個本身很大 因為這個待會兒如果被攻擊過來的時候 這邊有一個點 局部白旗蠻苦的 那如果要走那這裡就會被走到 對 所以這邊很難走啦 因為你現在走可能就被攻擊過來 對 所以對於這個定時到這裡的時候 還是得要接住這裡 對 那這一接 哇這個形狀 那時候第一眼看都覺得 這不是一個魚型嗎 這不太像圍棋 對啊 變了一個拐杖 然後呢被它立 就好像黑旗裡外都走到 對然後接下來白旗長 然後一起飛 然後白旗再飛 到這邊的話就雙方都正常啦 對 我覺得這邊就沒什麼好分享 然後接下來這個就是尖 剛剛我們郭先生也有提到 就是如果打的話 可能班接變先手 對 所以這個其實 這個就是有學問的 對 那到這裡的時候呢 這個就拆一邊 拆一邊 對 它是拆在這邊 它拆的比較遠一點 對 可能追求效率 對 但我覺得深圳豬應該也不知道這個打路吧 或者是引用他的打 對 其實我也在想 以深圳豬這種實力來講 不可能翻這種地級失誤 對 不是 不是犯這種失誤啦 對 這個好像也 以AI來講 可能也就是掉個一點點 沒有掉很多 所以我在想 他故意選那種稍微掉一點的 然後引用他打路 這個就是他厲害的地方 好